八斗子渔港东防波堤出现不少钓客 悠闲甩干垂钓 关闭两个多月之后 垂钓终于松绑 不少钓客等了好久 虽然是平常日 游客八点不到就来卡位 已经不错了 已经有四度开放了 总比都没有开放好 除了全程要戴口罩之外 地面上多了一整排的黄色标示 要求钓客要相隔两公尺 现场还实施QR Code的扫描 每日限制百人以下垂钓 只开放白天 开放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六点 那这段期间的话 我们渔港管理人员的话 会在中间的时候 还有海巡单位都会去做一些巡视的工作 那让这些钓友们能够保持 这个维持户外的社交距离 然后也可以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 然后全程戴口罩 那饮食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希望不要饮食 那有时候有必要性的时候 因为天气热 喝水的话 喝完水的话 希望说钓友们能够赶快把这个口罩戴起来 虽然有种种的防疫规定 有些麻烦 但钓客大多愿意配合 只希望防疫措施再松绑 开放其他渔港垂钓 基本上我们钓友人也是会互相提醒 就是说 比如说看到有人口罩脱掉 也会跟他们讲一下说 那个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定 希望再开放到晚一点 不要限制到五点半 因为在目前在基隆这边只有八头子可以掉而已 希望在东北角这些沿海都可以开放 这二类港的话主要是受限于我们渔港管理人员不足 那没办法 也没办法因为是开放空间 所以没办法做单一出入口的管制 在二类港的部分的话 目前还是没有开放 那之后的话我们会滚动式检讨 如果疫情可以再更降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会同步开放 知道钓友们也很希望说能够赶快开放 可是有时候在管理人员的量能上面 确实我们这边有不足 也请钓友们能够多多体谅 7月27号疫情警戒 从三级降为二级 中央终于开放 渔港垂钓 钓客还是必须遵守防疫指引 以免遭罚记者黄少民 记录报道